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我也有这个功能 上个世纪70年代民谣运动 大概73年还是 1972年 73年 那么有几个人呢 一个是胡德夫 一个是杨玄 然后一个是李双泽 然后还有就是吴淑楚 吴淑楚 对 你们四个人应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那就不光是你的启蒙老师 而是这个华语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个源头 华语原创音乐 原创音乐 玩音乐呢 就是我玩的很早 很小的时候就爱玩音乐 玩什么音乐 玩吉他 上中学的时候 就是哭着喊着 就是不吃饭 就是爷爷 不给我买吉他不吃饭 然后写了歌要送给女同学 那时候不会写歌 那家人不会的 那就剥了 就剥了琴 就玩吉他 对 就是原来就是爱打球 然后自从有了吉他以后 不打球了 每天可以弹多少小时 就好像胡德夫弹琴一样 和我一样 我打橄榄球 橄榄球放在这 然后一直到 大概就是七二七三年那一年 那么那个时候 还是写歌的那时候 对 我就刚上大学 那么我刚上大学 就看到他们四个人 然后就做了几次 我们那时候叫做新民歌 新民歌对 是不是 对不对 就在那之前唱的都不是自己的歌 对 以文歌为主 我们都 我唱的呢 就是说 是以西方的 以美国英国的校园歌曲为主 对 那么是从Bob Dylan 那个以后的 这批歌为主 是 那么在我 比如我再大的呢 比如说像我妈妈呢 他们是听这个 邓丽君啊 或者是 白光带来的歌 有很多 其中有很多 是这个 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歌 对 没错 所以现在呢 没错 这个胡老爷子 也经过了一条音乐之路 在一开始是唱自己的歌 到后来 我说他是任祖归宗 找着自己的血统 卑南族 妈妈是什么 排湾族 排湾族 到现在开始在歌声里边 融入这个东西 他们还带来一个小片 就是你的一首新歌 就叫你看 带着血管的漂流木 是用原住民语演唱的 OK 你看 漂流在自己的土地上 我宛如湿根的木块 这有点像说你呢 咱们看看这首歌 这首歌 是用原住民语演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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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用原住民语演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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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侯德剑说真的有味道 真有味道 是啊 但是我看这种场面 唱歌场面 我就不禁想起来 我现在觉得唱歌 对于人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最近 你知道大陆有一个很火的节目 叫中国好声音 是 哎呦 那发觉的人才 看了看了 你看 你有什么评价 我很喜欢 它设计的很好 比如说那个转身 转身 那是一个很有悬念的感觉 转移的 对 那么第二有故事 每个歌手都有他的故事 那么有的故事好像有点过 但是有的故事真的很感动 那么这是一个 然后音响做的特别好 声音 那是就是花大价钱 那是从外国 甚至这个 甚至说是什么 这个荷兰的 这导演都在旁边盯着的 每一个细节 这是花了 相当大 甚至就说啊 这个里边还有这个秘籍宝典 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国的 这个原版的你买他的 为什么要买他的 你买他的 是因为里边的很多细节 他都要交给你 比如说选手的故事 如何和这个评委的产生共鸣 这个里边就有很多细 细节上的这个操作的技巧 所以才能做到这个程度 有know how在那边 但是我说的是啊 这个掀起一个唱歌 歌唱热潮 可是你们这个音乐圈里的 我听音乐人 他们也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啊 这是个娱乐选秀节目 确实 说这跟音乐 没有什么关系 你明白吗 他们有一种观点 觉得呢 听过听过 说这选出来的等于是 卡拉OK的这个麦霸 对吧 很多 就说这也就说到说 汉族人到底啊 擅长不擅长歌唱 你看啊 你看咱们汉族人 其实你要这么说 挺爱唱歌的 各个夜董会包房里 都是在唱歌啊 但是你看他唱歌 跟我刚才听你唱这个歌啊 我又觉得从里到外 透着一种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个节目我在台湾电视上看不到 那么 那么我来北京以前就去参加 另外一个叫做 云南卫视的这个叫做 完美声音 现在全国就时髦这个节目 然后到北京来电视上才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Jana Voice 我觉得他很娱乐 真的很娱乐 但是他也是一种音乐 变成全民音乐的一个 从卡拉OK 以前大家都羞于唱歌的 对 他很羞涩的 那后来这个卡拉OK工业一出来 那不得了 那每个人后面都带了四十几个人的乐团 脚响乐的那个 对不对 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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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然后这种 这种唱歌的成就感 也是慢慢普遍起来了 那么 以前说 我不唱歌 别推我唱歌 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少 慢慢就大家会 会把它 从这些方面所学来的歌 从外面所得到的这个歌的讯息 透过自己嘴巴的操练 他觉得我也能唱 这个比赛 这个人口就密集 你看 关注度很高 关注度也很高 而且你是有比较的 比如说你是1983年就潜入大陆了 潜入 高调 从奔大陆 飞机飞过来 飞过来的 那个时候你觉得大陆人唱歌 和今天这个大陆人的唱歌 你有对比吗 对比差别太大了 差别太大 当时呢 我印象83年的时候 是 我在大陆能听到的是样板戏 你还在样板戏呢 那个时候还是样板戏 对对对还唱的 那么 比较多的是革命歌曲 是 那么 而且没有几首歌可以唱 就是唱的歌不多 大家能朗朗上来唱的 可能 大家熟悉的歌不多 不多 就这么几首 那么当时包括李双江 对对对 蒋大为 后来 谢丽丝 王杰石 陈芳源 这么一批 那人数其实不多 歌也不多 走到哪里都这么几首歌 跟现在差别很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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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以后才明白 变化 计划还快 三十以后才明白 一切都不会太坏 三十以后 把春夏和秋冬全关 在门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的意思 你感觉现在音乐繁荣了是吗 我繁荣的不得了 但是为什么我听你们行内人又觉得整天发出哀鸣呢 觉得流行音乐要完蛋了 这事你就问对人了 就说这事呢 就是必须先讲什么呢 先讲这个饺子馅和饺子皮 饺子馅饺子馅 好 那么什么是饺子馅呢 就是说我们说音乐本身是饺子馅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都熟悉的啊 这个贝多芬第五 是 说说说米 发发发瑞 好 这饺子馅 那么第一张包这个饺子馅的皮是什么呢 是剧场 是歌剧院 当时的规模大概 我估计大概就是最大500来人左右 在那个地方 在那张饺子皮里面呢 卖说说说米发发发瑞这个饺子馅 随着这个工业的科技的进步 那么之后我们有了钢丝录音 是 后来我们又有了流声机 所以你在你们家 你在你们家可以这样子 一边摇着他就说说说米 发发发瑞 好 这个饺子皮后来就变成了这个黑胶唱片 黑胶唱片之后呢 就有了录音带 卡式录音带 卡式对 卡式录音带以后呢 就有了CD CD CD以后还有一个MD一个过渡 是 那么一直到呢 这个 这张饺子皮变成了这个 MP3的时候 MP3 iPhone 破了 饺子皮破了 包不住了 整个工业 音乐的工业一直发展 一直发展 这个MP3出来的时候 这个饺子店 关张了 开不下去了 关掉了 因为收不到钱了 是 那么收不到钱以后呢 那么大家就是说 这是一个 全球的音乐界的一个共同现象 那么对于版权 保护的越差的地方 这个现象越明显选 没错 而且胡老师 我好像 说的 真的是这样 我听说你还跟你太太说 说的一番话 说的她很没指望 你就是说 我就不习惯太有钱 太有钱了 物质生活太好了 这歌就唱不好了 是吧 我同意 她说的 太太安逸 她太太说 我算没希望 我同意 太安逸 没有歌 真的是 我同意 这个常常有人问我 说这个 胡老师 你什么时候 这个灵感最好 我没钱的时候 当然 越苦越好 真的吗 对 甚至就说 有人说 这甚至说 这是不是中国人的特点 说这个中国人 中国艺术家 普遍表现出 不能过好日子 包括导演 包括小说家 一般都是第一步 在困苦中 创作出来的最好 往那之后 一查不如一查 为什么呢 他们甚至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人 就穷惯了 他那个 在困苦之中 能创作 一旦小日子过好了 他就老婆孩子 热看头 为你伸冤 为你伸冤 也有歌 是 没错 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中国人的特色 应该是说人的特色 人的特色 当年Beatles 像约翰列农 他们也碰到 这种问题 每个都碰到 他们就说 他们就说 我们不觉得 我们觉得在更好的音乐制作间里 有更好的琴 只会对我们的音乐有帮助 为什么说不好呢 有一个阶段 就是说 当你是走在上升期的时候 那么你的年纪也比较轻 那么你也刚开始 那么红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对音乐的追求 是无止境的 那个时候 我们在录音 调一个钢琴的时候 调几个小时 我在外面睡着了 但是录音师和 和比如说胡德夫在里面 他觉得还不行 还不行 对 麦克风位置不对 不对 在左边点 在右边点 那么这种追求 你当时 你当然就是说 不断的去 越追求越好 对 但是关键就是说 如果你的收入是 每年都上亿了以后 那么你的追求 就不在这里了 你的追求可能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舞台上的那种 富丽堂皇 服装 那么就跟音乐本身 就比较远一点 就跟饺子馅 就远一点了 主要发展饺子皮了 饺子皮 还有饺子管 饺子管的椅子凳子 所以现在多的是 我们北方话 有句粗话 叫驴粉袋表面光 对 就是他越来越 发展外边的东西了 对 但是这个和呢 所以前一阵 我听一个音乐人就讲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 说这个经典 到现在为止 你这个新的旋律 没有出现多少有魅力的 甚至往往是现在的人 还在用这个Beatles 甚至用龙的船员 但是他不断的 新的配器 玩新的花活 但是那个真正当年 从灵魂里出来的 精神 那个吊吊 吊吊吊 像今天这个欠缝 就是你说是创作力 减弱吗 不同意 那你讲讲 我听到很多好歌 你不管是这个 我刚刚听那个 胡德福那首歌 他就马上就立刻就 让我就 回到这个 玩纯音乐里面去了 是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前些年有人给我听的 那个丁薇 丁薇有首歌叫做 再见我爱你 他一下就打中我了 我觉得这样的歌很多 但是为什么丁薇 不是那么红呢 好 那么这就得怪小日本了 怪小日本 怪韩国吗 不怪韩国 怪小日本 为什么呢 这个 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说 麦克尔杰克森 对 那么他 为什么那么棒 那么跟他整个的 成长历史有关 和他的家族有关 和他父亲母亲 从小带着 他的哥哥姐姐 杰克森5 耳濡然的 一直过来 那么一直不停的在 小地方 小酒吧 然后不停的表演 是 他和观众的距离是零 非常接近 所以他可以直接 从观众里面感受到 这种 这种音乐的 这种反应 回报 但这件事情呢 然后他们变成了巨星 是 那么这件事情 到了日本去以后呢 日本人是说呢 对不起 我做生意的 万一 就是我花了那么大的价钱 这么高的成本 去推你 结果你没成功怎么办 生意 生意 好了 投资失败了 好了 于是呢 他们就改了 这个怎么改呢 就是说 第一我要找年轻的 第二我要找漂亮的 十六七岁最好 培养两年 十八九岁 那你说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孩子能有多少 音乐的内容 内涵 其实很有限的 对 他又没有经过像 Michael Jackson那样子的 就是说 小舞台一直到中舞台 在大舞台 面对跟观众的接触 对 所以他没有观众感 对 他的音乐里面 没有交流感 没有互动感 但是呢 唯一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唱片公司 稳赚不赔 他就说我砸 我包装 我砸 我弄偶像 我制造偶像 制造出来以后 我稳赚不赔 对 我管你音乐干什么的 对 所以就说到 那一阵 香港 就说这个 玉女文化的这个破产 出来几张艳照就破产 当时香港就有人评论 就说你本质上 你这个唱片工业 你是行片工业 就是说 你从日本学来的 你感觉这个小女孩 就应该永远是个处女 对吧 你打造了这么一个 跟个行片工业一样 所以不符合预期了 你这个神话就破灭了 因为你不是真的吗 是吧 零污染岛国新西兰 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降旧传奇 古镇老九 上屁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所以我想知道 胡老爷子 你唱歌的原动力是什么 我唱歌的原动力是那个 唱我看到的 唱我 这个没有擦身而过碰到的东西 人 或者是过去的一个经验 的一个叙述 那么 我唱歌都很不快乐的 为什么 我就关注到一些事的时候 它会变成歌 比如我就关注到 哎呀我 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候 在台北给你看到同胞 后来发现到 你住哪里 他说住足工地而去 他说挖煤矿在最深的地方 那我在想 我是来读书 我都没有经过这样的苦 他深入再去了解 原来里面有歌的 有故事的 我写这个东西 你说这个 倒是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看 你们 包括这个什么 李宗盛 罗大佑那个时候 包括你70年代 80年代那个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人 是知识分子 但是今天 你好像很难说 比方说周杰伦 你很难说他是知识分子 你觉得这个里面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吧 我倒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中国 从古以来 就是在 我们不用音乐说 用绘画说 就是它始终就有两派 一派叫文人化 对 另外一派叫匠人化 就工匠 周杰伦是匠人化 你是文人化 但这两个呢 就是说 你不能说他手高手低 对 他都有好 就像画有南北宗 对 那你说这个 当时这个 齐白石 你说他是文人化 还是匠人化 实际上他原来是匠 他是个工匠 是 但后来呢 匠做得很好 做得好 所以他的观察力 非常的仔细 那么所以他能够就是说 画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对 原来那瞎子是这样啊 那么仔细啊 这就是寄进于道了 好了 那么他就升华了 那么升华了以后呢 他就到达了就是说 一般文人化的人呢 就是说 他是由他的毛笔字 那么发展到了画竹子 对 这些东西 那么在技法上面 他就远远超过他们 但是画得很像的以后呢 那么他又能画出一个境界来 所以他又又画到了文人化的境界 就那种抽象的感觉 意境又有了 又有了 那胡老师呢 你对他的歌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跟一般我们在台湾 以前的那些同辈的朋友们的 写歌和那个 对歌这个东西的看法 和那个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他的那个 他歌就很大 阳选会去 会去一样唱相守世运 唱到黄河 唱到什么 但是他唱得更大 他跟他脑龙也唱出来 那您呢 就是根挖得更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录 我们还是在那个 在那个台湾 短短的